是怎么样让这些请到的艺人 能够在现场发挥出 最让人惊艳的表演效果 其实也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去做设计跟沟通 那比如说像我举个例子 可能像周深 是现在关注度跟人气都非常高的一位歌手 那我们在他节目的选择上面呢 首先就作为一场电影音乐会 我们希望能够选择让观众 有共鸣共情能力的这种经典的歌曲 就是在经过经典性的同时 我们怎么样能够体现出 我们晚会设计的一个创新性 以及我们一些新鲜的创意 然后也体现我们的这个大海的回响 这个开幕式晚会的整个的一个主题的利益 所以实际上花了很多的时间 也在做节目的一个精心的包装 包括一些设计 同时也跟艺人在沟通 怎么样的演绎的方式 能够让这首歌 能够有一个更精彩的呈现 然后应该说这首歌还是取得了 这种精心的设计 还是取得了非常好的这种反响的 而且这也成为了 如果有关注那一天的 我们像微博勒搜榜的观众 应该也都留意到了 这首歌是周深的第一百个舞台 所以也成为了当天的一个勒搜的话题 也很有纪念价值 对他来说 对我们来说 都成为了一个非常值得记忆 而且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表演了 can这样 poe 别人 带来